早晨,今天是2024年8月7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海基投资策略部主管温杰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好,比比,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第一要留意外围,最近都风雨飘扬 第二,业绩期今天应该有788、293公司公布业绩 所以就算不炒市,个别股票也要留意着业绩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反弹,道指一度升700点 环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后,市场见反弹 道指高开32点后,一度升746点 收市升294点,升幅0.8% 标指升1% 收市报5240点 纳指升1% 收报16366点 纳指和中国指数升3% 欧洲股市个别发展的英国和德国股市向上 焦点科技股方面,Meta升近4% 另外,苹果就连续第二天出现下跌 NVIDIA也有反弹,反弹跨近4% 另外,Intel是第三天录得向下 2月拓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格科网股ADR 京东,百度和阿里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阿里折合75.89% 汇控比本港上日收市略高 ADR比本港收市高0.8% 阿泰区外围方面,昨天日本的经平均指数 有一个比较急的反弹 今早早段向下跌超过1% 现在跌472点 最新部34202点 首二综合指数向上升23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向下跌21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升57点 好,我们现在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的情况是变动不算很大 跌30多点 恒指在16600点左右 稍后对原本和大家继续跟进 和比比谈谈美股的情况 昨天无论是日股和美股都出现了反弹 急跌之后,投资者罵底或反弹 反弹后仍然比起连跌三天前跌了不少 金融跌市由日元升值引发的投资者 要沽股票等的资产来套现 买回日元来还钱人法 最新情况是日元的升势 似乎暂时就存定了 对美金144左右的水平 对港元就回到四楼下 另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经济衰退的忧虑持续 我们先说日元的套息交易平初 随着日本央行加息 日元对美元由160升到140 你看到这一轮的升势结束了吗? 大行说是未完的 譬如摩通说到日元拆仓是远远未完成的 即使只计算最投机的投资者 只是完成了大约50-60%的套息交易平仓 他不排除拆仓潮会继续发生 但速度会较之前是缓慢的 瑞寅也说到 美元对日元的套息交易退出潮 刚刚才开始 短期内可能会出现整股 之后美元对日元是会再次走低的 现在面对的情况是 美国很有机会 未来就很快就减息 究竟是突然会减息 还是等到下个月的议息会议才减息呢? 无论如何 都会在今年内就会启动减息 日本大家都预计 他刚刚那次加息就不是第一次的 有机会再加息 看到一加一减的背景之下 美国和日本的息差收窄的情况是会持续的 首先问题就是 你是否认同KV Trade Unwind 只是完成了不及一半呢?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 股市反弹会继续向下 投资部署上应该怎样做呢? 是否应该趁反弹就要沽货逃生? 好 慢慢说 第一件事 我自己觉得 KV Trade的拆仓是未完的 但需不需要再拆呢? 就看几件事 我自己觉得 或者当大家温故之身 我们所说的KV Trade 就是套息交易 其实有三个重点 第一是日元的利率 第二是日元的汇率 第三就是你借了日元之后 买那些东西的表现 简单来说就是 就算是加息令日元大幅升也好 如果我拿着的 举个例子 我借日元去买NVIDIA 升每年两三四成的 就算我的日元升了14% 令我总体的回报少了也好 我未必一定会拆仓的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第一 现在可能因为美国担心衰退 我昨晚看花旗的报告 9月减50点子 11月减50点子 12月减25点子 即到年底 减一厘二半 但另一方面 日本上个星期开会 其实开会之前 你问我 它会不会加息呢? 我就觉得一半一半 结果加得来 还要是鹰派 一加一减 就自然令日元大幅升值 但与此同时 也要说 因为刚才提过 为什么环球股市跌 可能包括经济衰退优略 包括日元炒仓 其实还有第三个论点 就是一些AI股 近回来的业绩期 你见到一些业绩一不对版 其实可以跌得很跨 Intel是另类的 Intel本身是AI发展的loser 他全都跌了 所以你说要炒人 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他本身是一个 不应该用一个做例子的 但我见到相关股份 这里插开一点点 其实大家的观点又不同了 当然了 正好很多 当市况差的时候 跌是很正常的 但我留意到可能是三个月前 大家说AI 我说AI发展很快 接着可以帮助公司的收入增加 没有看过bottom line的盈利 但是最近这几两个月 很多公司都公布了 原来为了发展AI 在相关的基础建设 以我们M7其中几家来计算 每个季度 每个季度 是80亿至100亿美金 所以大家观点就一转了 不是看收入增加多少 就很担心 在中间就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未见官才打300大板 我不知道你赚多少 总之你每季就要100亿美金 有点像美团 我要发展新业务 将来很好 但是你这一刻虚钱 拖累到本业 所以你看到这个趋势 或者这个观点一改变 最近相关的晶片股 AI股 是跌得很夸张 那么回来了 问题又来了 我借了Yen去做 举个例子 去买这个NVIDIA 跟着NVIDIA股价跌下来 跟着日欣升了上去 我要还多些 一头一尾一夹的话 就自然而然 我当然要拆仓了 这是一个没办法避免的情况 但是 需不需要再拆呢? 那就看回刚才的三个因素了 万种行情贵于事 第一 那未来美国是否真的减得这么夸张呢? 我有点少许保留的 好了 第二 如果那些投资项目 可能是其他的货币也好 或者是美国股市也好 能够企稳回升的话 那我就不用拆了 所以我会同意 第一 拆仓就不可能完成的 因为 吐息交易不是我和你做的 是一些基金和机会投资者 他们的盘是一百亿一千亿 他不会一天炸完 一天炸下去的话 他自己炸完自己 如果没有购买 不断卖的话 价格就会跌到 慢慢都不认得 那你就自己会损失 所以拆仓是需要 几个星期的时间 你说最近这几天发生的事 肯定就没拆完 但是当然 具体的 KVTrade有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 未来拆不拆和拆多少呢 就要看看市况发展 但是我倾向相信 回来说三件事 第一 对于美国经济的忧虑 很难即时淡化 日元拆仓理论上都没拆完 而关于AI股票的担心 他们的CAPEX资本性支出这件事 也不会短时间改善 所以我觉得 我不是很悲观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 这个美国经济衰退 好像过分了一点 但是你说环球股市 已经是完成了整个调整 我又很难说得出这句 所以有一个心力准备 未来几个礼拜 跌得多一定有反弹的 跌得多你也不沽 跌得多你比短仓 又或者有些人会趁得吸纳 所以你一跌得这么急 一天跌 四千点 怎会不升一两天 但是你看到声势的力度 就好像一般的 所以我相信 未来这几个星期 还有一个阴霾 大家还没先拍的 中东的问题 伊朗说明是要我们粗促一点 复却报仇的 跟之前四月份不同 之前四月份就说 我打你了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接着就派一些 200公里一小时的无人机 飞五个小时 才到你那里 今次不出声了 所以我当然不希望打仗了 但是变成是如果真的出现一些问题的话 即中东是会雪上架上 所以未来 我想起码三四个星期 大家都是在绑安全带会好一点 就不要盲目觉得是会完全遇过天青了 是的 美国是否经济衰退的一样 其实也保持着很多讨论 例如在星期五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热手榜头几位是Sam Wu 就是说从失业率可以投射到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 但是连这个Sam Wu的创作人 就是阿Sam 也是说美国经济也未确立出现衰退 所以要看更多的数据 好 我们拉近一点 现在就是阿比比说了很多因素 就是会影响着后市 但是资产配置上 这一刻你觉得这两天的反弹 都是一个反弹 不是一个转勢 好 随着美国继续减息 你觉得现在是不是吸纳债券相关投资的时机 还是应该像巴郡那样 就是将自己手头的现金的水平大幅提高 如果对后市很担心 或者看不通 拿现金一定是没错的 说真的 现在通罪又不是高 但是如果从一个比较灵活一点的资产配置的话 我想债券说了很久 当然你现在十年期各付债券 308、309卖 当然没那么正 但是鬼不知什么 如果我在404、405的时候 去买了债券 第一锁定了高息 但是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接下来减息的话 还有债价上升 也会平衡 或者分散了股票投资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过去这一年 日本股票怎会涨得不多 美国AI股票怎会涨得不多 NVIDIA 100变1400 大家知道总会调整的 不过在派对里面大家很亢奋 所以一直以来债券都应该要有 大家知道不是9月11月 不是11月12月的 不是减三次还是减一次 其实这些一定知道的 所以我坚持今年到现在为止 就是债金是一定要有的 但是你说是否现在买呢 我就觉得差一点 最好就是等债券 或者黄金回调一点的时候 你不要着眼于是否今天买明天升 你说得资产配置 就真的一季一年了 我觉得 第一是未来也会很波动 所以债券黄金这些 都是应该放在资产组合里面 不过我也想说一点 为什么金格下跌 其实很简单 当东西发生太突然的话 你会乱 例如我们在英文有个述议就是 理论上你帮宝宝洗完凉 就把污脏水倒出去 但是你一旦乱过 污脏水加宝宝一旦倒出去 所以冰方马乱 其实什么都会跌的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因为金格在历史高位 我想除非你最近买的 其实你一直之前买的 全部都赚很多 有机会有些情况之下 就是我想持有点现金 但是股票突然跌很多 我不会沽股票的 我当然是沽赚钱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